传说中 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庄子曰 世间万物 气聚而生 气散而化 人们在与天相交的绝顶 看有形无形幻化万象 寻求着与天地相通的起源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季节的轮回中 每一个生命都期盼着 能逍遥于天地之间 而心意自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地球的另一边 流淌的莱茵河 一直在叙述人类另一个角度的信仰解读 这座以建筑文明于世的城市 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 德国科隆大教堂 建筑界最高奖 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 哥特弗利德波姆先生也定居此地 此刻 哥特弗利德波姆 与小儿子保罗波姆 正在为一项设计而兴奋地讨论着 这是一个建筑师世家 祖孙四代都是德国著名的建筑师 80岁高龄的哥特弗利德波姆 已经少有兴趣参与新的项目 究竟是什么 让他再次兴致盎然呢 答案来自遥远的东方 一个道教文化发源地 向大师发来邀请 希望他为中国武当山 设计一座名为太极馆的道家文化中心 那我可不可以说 我只知道我从我的年轻人 听到我的年轻人 和我非常有意义 我还记得到我一篇文章 那我曾经在战争 我曾经在战争 我曾经在战争 我曾经很喜欢读习 因为这种生意义 而在这些时候 有些人有这样的语言 这种语言 2010年4月 哈佛大学举办中国文化研讨会 人们开始探究 是什么样的内在价值 推动东方大国 重新创造发展传奇 哈佛大学东亚文明 与语言系主任杜维明教授 他所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 从费正清时代开始 一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西方主流社会 研究中国的权威机构 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 现在在世界各地 都受到普遍的重视 未来的价值 就中国文化之中 有一些普世的价值 这些价值在 不仅在中国很重要 中国文化之中很重要 那么对世界各地 特别是在21世纪 人类碰到了 非常重要的挑战 就人的这个存活问题 在这个氛围之中 它就更重要 伴随着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中国再次成为了一个宽广 而又包容的世界大舞台 世界开始好奇 这个辉煌的有形中国故事 其中一般主角们的个体内心 又是怎样一个惊威的无形世界 从衣食住行到为人处事 追求生命的永恒 崇尚精神的愉悦 每一个中国人的有形世界 都不同程度地 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无形熏陶 他们在一个文化游 也设定的这个辉煌 也设定中的文化 它在一类国中的辉煌 在中国志成的文化 生命之间 也设定自然它是 在生活上的种类共产 但不在地活的 而在学生灾中的宽线 中的编 dizer 《 macro状 Gavin》 无意的全力 虚乏偶 尽心的 道教文化正是哥特弗利德伯姆感兴趣的题材 出于对这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好奇 从没有到过中国的他 接受了太极馆的设计委托 我认为是有意义和有意义 那是有意义的设计 让你这些社会有所想的 有意义的设计 那是有意义的设计 有意义的设计 也就是在今天一段时间 我们也喜欢做的 他也喜欢做的 然而太极究竟是什么 哥特弗利德伯姆并不了解 清晨的埃芬尔铁塔下 人们在练习太极拳 它看似缓慢 却内蕴饱满 有人说太极 源于一幅圆形的黑白图案 还有人说 它是所有的价值和动力的源头 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就是太极这种东西 在我们学艺里面 你不必特别去读 在你生活里面就有了 它有阴跟阳 阳是很阳刚的东西 阴它就是 它是有阴有阳 有暗有明 有软有硬的 跟人相处也是讲究这个东西 跟天地相处 所以我们是其实最绿的民族 我们不讲政府 讲究和平共存 讲究互生共利 所以这个世界是禁止的 它是一个原型的 像太极一样 周而复始 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话题 太极如此玄妙 让哥特弗利德波姆 感觉万分好奇 所有的这一切 迫使哥特弗利德波姆 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 让小儿子保罗伯母 去一趟中国 等待他的 将是一次怎样的太极之旅呢 每天清晨 武当的道人们 都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音诵经咒 道教称之为造课 千百年来 修行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道教啊 为啥就做完课里 这是一天的必修之课 那么道教的一切 道教的一番 道教的事 都得以做几本理念 和他的修行方式 都在咒它和外科里边 尤其修行的方式 能精心 他要读比锦之课 他会在灶台上课 你每天要比锦之课 不准一会就不是个道士 道教信徒认为 太阳出生的时候 阳气生发 同时杂念也会萌发 如果随着预念的游走 而不加以控制 则背离了修道的目的 那么道教为什么认为 天地时辰的变化 会影响到自身呢 这来源于一个 非常朴素的天人观 你比如说人 长得有两只眼睛吧 那天上呢 有太阳和月亮 这个是对应的 然后呢 人呢 不是有头发吗 有毛发 那个宇宙当中呢 自然当中呢 有那个树和草啊 然后人身上呢 有流动的血液 那自然当中呢 那就有河流啊 就等等等等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 相信人的自身小世界 与外部大世界 都有着阴阳五行的构成 这种天人同构的古老理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探索 显示出某种联系 我们有个人的温暴 最终的温暴 但 nonetheless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philosophers 对于是 那当然 那当然 作为人的一切 是一切与世界 我们的温暴 我们的温暴 决的改变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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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人们被影响的改变 甚至很近的改变 都会停止 千百年来 武当的道人们 一直寻找着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奇迹 在他们眼中 宇宙是人的身体的外化 它因为与人同体而与人相亲 因为与人相亲 而成为诗意和审美的存在 云卷云书间 道人们感受着天地灵气 在天人合一梦想的支撑下 他们又将怎样 遵循着天地的规律 修养生息呢 晨雾散去 保罗伯母和助手来到了紫霄宫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距今六百年前 也有一个人来到武当山 他怀揣北京紫禁城的图纸 以此为母本大兴土木 令武当成为名阳天下的皇家道场 他虽然远隔那么万里江山 但是呢 他们之间呢 实际上是一个母本 这种情况呢 正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 在历史上的这种 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 或者是同源 北剑紫禁 南修武当 从开宫之日起 这座大山就和帝国的京都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少有帝王对一座大山如此热情 大明王朝二百多年历史 武当山共接受了近四百道圣旨 在这里 统一四海的威严黄泉 被融入了更为尊崇的道法自然中 人与天地完美融合 成为了理想的动天福地 风水是什么意思 它实际上是指这个建筑啊 要避开风 抓住水 因为风啊 它一吹来之后啊 它是会把这个气给吹上的 而这个水呢 它能抓住这个气 所以叫长风聚气 所以风水的最基本原则 也就是阴阳中和 这就反映了那个太极原理 今天 当我们从空中府看紫孝公 一条笔直的中轴线贯穿始终 这和明朝皇权中轴的审美十分吻合 它三面环山 摇队五老珠风 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 赋阴抱扬 北山面水的风水原则 宫内的金水河 朱雀池 是紫孝公 生气凝聚而不散些的风水池 完美的生态环境 让道人们得以在一个理想的环境 与天地相交相容 中国成员说 结责而渝 因为要打鱼 结果把水去抽干 你水抽干了 鱼就没有了 其实水是本 鱼是负的 你不能把大自然的资源 全部用光 资源用光的时候 你人类也生存不下去 所以无限制的开发 是可怕的 行走于武当的山林之中 感受人与天地 自然而流畅的互动 远离了钢筋水泥 高楼大厦的包围 那些莫名的焦虑和压抑 似乎也自然消瘾 当碗坑的鼓声响起 这座大山让保罗伯母 感悟两国 这旅程的旅程 告诉我 我不太错了 我认为是正确的 我认为是正确的 我看的很不同 不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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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奇妙的武当之旅 当新的一天到来 保罗伯姆决定拜访一位 在武当隐居三十多年的道医 在他看来 种医玄妙而又不可言喻 仅仅是望闻问切 不依靠任何仪器 就可以与自己的身体对话 从而知晓身体的疾患 这是许多西方人 所好奇的东方智慧 那里有没有摩摩的种椅 也有 看过吗 多长时间了 2年 2年 这是一个快速奔跑的时代 欲望太多 速度太快 我们的身体 人为地失去了平衡 被动地去适应不断变换着的世界 所谓大道治简 中国传统的医者 就是帮助人们 恢复体内的阴阳平衡 万病皆有心病气 这些精心研制的良药 只能治疗疾患 而不能让身体永久保持生命的活力 生活在这座大山的道医们所推崇的 是因天之序 顺应着自然的节奏来生活 才能长久保有人体自身的和谐 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王医生认为 保罗波姆应该找全山武术总教练 中道长学习太极拳 这样可以帮助他更好的疏通经脉 在与天地山川的对话中 体悟太极的奥妙 大道如器 若有似无 却是生存的根本 一生一将 就是太极拳的启示 好似人生的起起伏伏 有高潮 有低谷 升降往复 道人们认为 修炼太极拳 能让人心境平和 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人生是一个修炼的道场 就像道家讲的一样 我们都是来修炼的 能够练一练气 知道怎么样是一种平顺 什么样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逆起来的时候能够把它顺开 顺起来的时候能够知道有一种节制 让它循环不绝 面面不息 古老朴素的中国哲学世界观 衍生出中国人独特的自我健康方法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太极拳在行云流水 动静结合中 生动巨像地演绎着一个和字 距今一千多年前 一位叫陈团的传奇智者 给后代留下了那一幅不朽的传世经典 古老的太极图 蕴含了宇宙间永恒不断的循环发展规律 不时与今天的文明进程 发生穿越历史时空的邂逅 科学一再证实 我们所了解的宇宙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人们想更好的生存 就要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 这种理想中的状态 被古人命名为太极 他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几千年前的中国先贤 早就以这样简单而又深奥的太极 解释了宇宙万物间 有形无形的阴阳和谐之道 你要一直发展而不至于枯竭 就必须要均衡 要有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是 根源是太极 而人的世界呢 要追求这个太极的理想 等于是说 我要设法使我这个有生之年 我所有的行动 所有的思维 跟别人互作的模式 都要能够符合太极的一种原则 就是你不要过也不要不急 北京的第一场雪后 保罗波姆代表事务所 向国内外的建筑专家 诠释太极馆的设计方案 是一个语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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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语言 语言 要看什么是在地上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都是现代人 对这座大山 对太极的敬畏和解读 实际上 从古至今 人类都渴望 企及太极的美好状态 武当山 古称太河山 一个河字 点出了太极的精髓 日月春秋中 这座大山 微然屹立在中国的版图中心 似乎调和着四方的风水 阴阳平和 共生共荣 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武当太极文化 体现了东方的哲学思想 这个精髓 太极的精髓 就是和谐 如果人类增选了 这个和谐的思想 那么世界就会和平 国家就会和谐 家庭就会和睦 人类就会有更好的发展 每到特殊的日子 武当的道人们 都会登上最高峰 金顶 去记录这一天的形象 有人说 人离开尘世后 灵魂不灭 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 今天 道人们遥望着璀璨的夜空 似乎在与无数的仙者们对话 我们来自哪里 终将归向何处 面对人生诸多未知 如何平静身心 坦然自处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